加拿大按揭和房屋公司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加拿大4月新房开工年率比3月份上升8% 4月经季节调整的新屋开工量为267,330套 高于3月的248,389套 市区新屋开工年率上升10%至245,324套 其中多单元新屋开工率年上升14% 达178,092套 独立单元新屋开工年率上升1%至67,232套 乡村地区新屋开工年率按季节调整为22,006套 4月经季节调整的月新屋开工6个月移动平均值为257,846套 高于3月的253,226套 CMHC首席经济师杜根指 不论是整体走势或者是单月的新屋动工量 全国自2020年6月以来 一直维持高于20万间房屋的历史高位 4月的动工量又超过3月 报告显示市区新建的多户住宅和独立屋均有增加 在蒙特利尔、多伦多和温哥华三大城市之中 只有多伦多的新屋动工量减少 虽然新屋动工量在上升 但是经济学家预测加拿大持续高通胀 正在危及加拿大地产业的开发 加拿大政府在前不久的春季预算住房政策中承诺 未来每年新增20万套住房 蒙特利尔银行家指出 当前新居功率已经是1970年代以来的最高 建筑业又面临着劳动力的短缺 各地方政府对房屋密集开发也会有抵触 建筑成本也因高通胀持续飙升 这种情况下加拿大新屋开发不合时宜 会将买家置于极大风险之中 加拿大统计局估计过去几年建筑成本大幅飙升 多伦多去年四季建筑成本上涨4.5% 同比飙25.6% 新屋价格因通胀飙升而上涨 二手房价格也随之攀升 普通住房价格是美国的近两倍 帝国银行最新报告指出 当前温哥华供需紧张 加上建筑成本飙升 房市异常吃紧 空置率估计会维持在1%左右 负担能力问题估计会延伸至租房市场 目前加拿大全国房屋交易与挂牌比 基本维持75.3%不变 远超长期平均值 加拿大地产协会表示 全国近三分之二市场仍是卖房市场 房屋月销量仍平均高出过去10年1万多套 加拿大案件和住屋公司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加拿大4月新屋开工年率比3月份上升100% 4月份经季节调整的新屋开工两年为267,330套 高于3月的248,389套 市内新屋的开工年率上升10% 至245,324套 其中多单元的新屋开工量上升14% 达到178,092套 独立单元新屋开工量上升1% 至67,232套 向寸地区的新屋开工量按季节调整为22,006套 4月经季节调整的月新屋开工6个月移动平均值为257,846套 高于3月份的253,226套 CMHC首席经济师杜根指 不单只是整体走势或者单月新屋的动工量 全国至2020年6月以来一直维持高于20万家房屋的历史高位 4月的动工量又超过3月 报告显示市区新建的多户住宅和独立屋均有增加 在满地河、多伦多和温哥华三大城市中 只有多伦多的新屋动工量减少 虽然新屋动工量在上升 但经济学家预测 加拿大持续高通胀正在危及加拿大的房地产开发业 加拿大政府在不久前春季预算住房政策中承诺 未来每年新增加20万套的住房 满地河银行专家指出 当前的新屋进工量已在1970年代以来最高 建筑业有面临劳动力短缺 各地方政府对住房密集开发也有所低粗 建筑成本也因为高通胀持续飙升 这种情况下加大新屋开发不合时意 会将买家置于极大的风险当中 加拿大统计局估计 过去几年建筑成本大幅飙升 多伦多去年四季度建筑成本上升4.5% 同比飙升25.6% 新屋价格因为通货膨胀而上升 二手房价也随之而烹升 普通住房价格在美挂近两倍 帝国银行最新的报告指出 当前混国华供需紧张 加上建筑成本的飙升 房价異常吃紧 控制率估计会维持在1%左右 负担能力问题估计会延伸至租房市场 目前加拿大全卦房屋交易 和挂牌比基本维持在75.3%不变 远超长期的平均值 加拿大地产协会表示 全卦近三分之二的市场 仍然是卖方的市场 房屋月销量仍然平均高出 过去十年的一万多套